大家好 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喵哥 平时在开车用车当中 由于车子需要保养 有时候可能也需要维修 这个时候我们也把车子送去 GX店也好 把修车的地方也好 如果修的时间一长 难免就要放在那里过夜 有时候长的时候 可能要放好几天 是不是 尤其是我们有些朋友 可能比较忙 委托熟悉的修理厂 你把我的车子开过去 然后修好车带我开回来 当出现这种情况的时候 由于在行业里面 某些修理厂 做的也不是很正规 经常会出现 比如说我的车子 今天开过去修车了 可能要修三天 但是明天晚上 我去外面的饭店吃饭 我怎么发现 我的车子停在饭店门口 过来一看好像没错 也不是套牌的车子 确实是我的 我这里都装烂了 真的是我的车子 这个时候你就千万不要大惊小怪了 很有可能下班之后 修理厂的小兄弟们 开着你的车子 带着女朋友去饭店里面吃饭去了 当然我们也不是小戏 怕烧了几个油 最关键是怕出事 就像前不久江苏强州那个事情 这个修理厂的人跟客户去送车 结果在路上出事了 先且不论这个车主 他会不会承担责任的问题 出了事情之后 车损很麻烦 他记得把你修好了 不万一他出的事情比较大 出现了人伤 甚至可能有人因为这个事情 他命了 你这个再开这个车子 你是不是觉得 心里面很难受很割影 对不对 所以今天喵哥借给大家 总结一下 我们去修车的时候 如何防止修理厂的这个小兄弟 一到晚上把你的车子开出去 尤其是你的车子必须好 把它开出去泡溜这么一个事情 要避免这种事情 首先第一点建议大家 先小人后君子 我们做到合理的告知 我们平时经常会到一些公共场合 看见 上面贴了个牌子 写这个此处属于视频监控区 是不是 贴这个牌子的目的 很大成功就告诉你 你不要在这个地方做坏事 因为这里有监控 不要在这里随地大小便 因为这里有监控 道理是一样的 我们把这个车子在交付之前 就一定要告诉修理厂的人 我的车子放在你这里 你千万不要私自把我的车子开出去了 假如在维修过程中需要试车的话 希望你们跟我打电话 真的我的同意 其次你还可以担当他们的面 留下一个证据 把车交给他们的时候 自己拿手机对着你的里程表拍个照 你不要担心他会调表 因为假如说这个汽修厂的这个小兄弟 他要这个临时开出去 开个这个十来一二十公里 他为此再把你的去调表 去弄的话 他不划算 因为调表刷表 没大家想那么简单 把那个线拔下来 他就能调表的 他需要用到专用的一些电脑 所以说你只要强调清楚了 你留了证据 把你的车子开出去泡流的几率 就会间谍非常多 第二点 如果还是不发现的话 我们还可以采取一些技巧 比如说 你可以跟他说 我这个车子是贷款买的 到现在我的贷款没还清的 我车上装了GPS的 你去了哪里清清楚楚的了 你只要把这个事情说清的 刚拿这个车子装了GPS 所有的行程 所有的挪动 你都可以查到 这个时候 基本上汽修厂的这个人员 他们一听到之后 就很懂味了 知道 你这个车子开了100米 他都清楚 基本上就不可能再动你的车子了 第三点 假如你确确实实没有时间 而且你又想委托 这个汽修厂的 帮你去接送车子 然后修好之后 再让他给你送回来的话 甚至在必要的时候 大家可以签一个这样的秒的条款 他要是把这个车子 开出去什么什么的 产生的一切这个事故 都应该由他们承担 跟你是没有关系的 这样的话 他知道你这个人比较谨慎 所以说 汽修厂 他在做这个事情的时候 他也就会变得先对更谨慎 好了 以上几点呢 就是喵哥给大家总结的 我们出去修车的时候 假如车子要长时间放在外面 而且需要这个过夜的话 为了防止 我们遭受这样的无望之灾 大家可以使用喵哥 给大家说的这几个办法 做到先小轮后君子 但减少没必要的损失 如果大家觉得喵哥讲的对你有帮助 还实在的话 给喵哥点个赞 给大家关注好不好 谢谢大家